为了帮助路飞从矛头小子 成长为新世界的海上皇帝 一共有四位强者丢掉性命 他们的赏金总和接近18亿 作为路飞最可靠的大哥 艾斯从小就对路飞保护有加 哪怕是面对卡普的铁拳 他也会站出来阻止路飞挨揍 当年在巴拿马岛追捕黑胡子 艾斯得知对方的目标是抓捕路飞 他更加不能放过黑胡子海贼团 可惜败给了能吞噬一切的暗暗果实 为了救赎艾斯 路飞从海底监狱一路杀到马林范多 在越狱小分队和白胡子海贼团的保护下 路飞打败了当众放水的卡普 也挡住了金色大幅的攻击 才从处刑台上救出艾斯 见到白胡子下达命令让众人撤退 赤犬用激将法把艾斯留下 靠着能燃烧火焰的岩浆果实 一拳将艾斯打倒在地 转头又向路飞发起进攻 情急之下艾斯用身体挡住岩浆拳头 内脏被严重烧伤 赏金五亿五千万的火拳从此陨落 见到艾斯在眼前丧命 路飞认识到自己太弱小 必须变强才能保护好同伴 去弹高岛街山制规队 路飞只带了草帽团一半的成员 在盛平的建议下 路飞与贝基联手刺杀四皇大妈 计划失败后 遭到整个四皇海贼团的围捕 为了让桑尼号顺利出航 赏金三亿八千二百万的佩德洛挺身而出 引爆身体上捆绑的炸弹 用自己的性命护送路飞等人出航 这也让路飞认清了一点 在通往海贼王的道路上牺牲在所难免 与最强将新卡塔库利决斗 前期路飞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觉醒见纹色欲见未来后 才勉强击败卡塔库利 自己的体力也全部耗尽 好在波克穆斯及时出现 抓住正要逃走的布雷 一起逃离了镜子世界 面对Big Mom海贼团众多强者的围剿 波克穆斯开启乐视形态为路飞断后 身体被无数根长矛贯穿 即便能保住性命 四皇大妈也不会放过他 去鬼岛对抗百兽海贼团 路飞集结和之国武士 以及基德和罗两大帮手 除此之外 白胡子海贼团的马尔科和乙藏 也在中途加入战斗 基德和罗双双使用恶魔果实觉性能力 勉强击败了四皇大妈 路飞经过多次仰卧起坐 最终觉醒患受众尼卡果实 才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 最终草帽团和武士联盟取得胜利 路飞也成功登基海上皇帝 不过赏金五一一千万贝利的遗藏 在阻止CP零抓捕罗宾时失去生命 路飞在登顶海贼王的道路上 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为此与命的强者还会增加吗